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接的三课 我们前一讲讲了汉字的实用书写 与书法艺术的关系 讲这个问题的目的 第一是提高大家的理性认识和理论知识 为将来提高我们的书法欣赏的能力打下基础 第二呢 也是为了使大家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 目的性目标性更加明确 以便提高学习的效率 我们今天要讲第二讲 第二讲的内容是行书概述 就是要给大家简略地介绍行书和行书相关的一些基本的知识 这一讲主要讲三个大问题 第一要讲行书的定义 也就是什么叫行书 第二个大问题 所以说行书的分类和不同行书类别的不同特点 第三讲一讲行书它的实用价值和它的艺术价值 现在我们开始讲第一个问题 什么叫行书 简单的说 在文字学上 行书是指相对于正体字的快写的变异字体 相对于正体字的快写的变异字体 广义的行书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相对于当时的正式字体 就是当时的正体字的快写字体 也就是写的比正体字要简易一些 书写的速度快一些的一种字体 所以在文字学上有所谓的转型 就是相对于转书的行书 有立形相对于立书的行书的称谓 大家从这个图片上所看到的这种字样 就是在西汉后期和东汉初期 大量书写在竹木简上的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种字体 它就是当时的正体字 就是立书的一种比较便捷的一种写法 它和后来的行书 后面我们讲的狭义的行书 有着渊远的关系 也就是后世的行书 就是在这种行书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那么行书的第二个概念 它有个狭义的概念 就是狭义的行书 狭义的行书 它指的是相对于楷书 又有别于草书的一种快写字体 这是指草书产生以后 它有了相对于楷书这样一种正体字的快写字体 这种快写字体后世又给它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我们讲的行书 另外一种比行书的书写还要快速的 还要简约审辩的一种字体 那就是所谓草书 因此狭义的行书 指的是介乎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 一种比较简约的字体 那么为什么叫行书呢 这个行书这个概念 唐朝人张怀冠 他在一篇文章里头 他是这样说的 他讲这个行书者 即正书之小恶 物从简易相见流行 故未知行书 他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说 行书这样一种字体 就是正书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楷书的一种小小的变化 那是表现在 点画用笔和结构上的简易 和它的流动的状态 我们以后就是我们以下要讲的行书 就是这样一种 这个狭义的行书 那么这种狭义的行书 要说最著名的代表 那要算是这个王熙之的蓝天旭了 狭义行书的最典型的代表 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在汉字形体从传书 演变为后来的正体 历书的发展演变的过程中 它是先有了草书和行书 这是对传书 对历书的一种快写的字体 然后才有了凯书 也就是说凯书 就是在当时的行书书的基础上 把它写得更规范 也可以简单的这样认为 就是把当时已经流行了的 行书的规范化 而产生了凯书 那么下面我们讲第二个大问题 行书分类的问题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行书 它是处于凯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 在这个凯书和草书 这个跨度的中间 画一条线的话 这一条线的两侧都会有行书 比较接近于凯书这个字体的 我们把它叫做行凯 或者是凯行 比较靠近草书这一边的行书 我们把它称作行草 那么这两大类的分法 它又有两种情况 就是所谓的行凯 或者是所谓的行草 又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考察 一种它是就整幅字而言的 就是在一整幅字里头来看 是吧 那么它也有行凯和行草之分 那么称作行凯的是 是这一幅字里头 这个凯书和是接近于凯书的字数 比较多 就把这一幅字把它称作行凯书 下面我们举一些典型的例子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也是王羲之的两个贴 左边这一章叫做和如贴 因为中间那一行头上有和如两字 你看在这一三行字里头 你像这个白字 像底下的和如 底下那个池 底下那个凤 再底下这个钟 等等这些字 它就比较接近于凯书 那么在这一幅字里头 靠近凯书 这样一种字比较多 这一幅字我们就把它叫做行凯 这是就整幅字里头靠近凯书的字比较多 靠近草书的字比较少 我们把它这样一幅字 我们把它称作行凯书 那么在一幅字里头 如果草书的数量比较多 接近于凯书的字比较少 那么这种这样一幅字 我们就把它叫做行草书 它草书的成分比较多 但是它又不完全都是草书 里头它加了一些比较接近于凯书的典型的行书 所以它只是草书的成分 多于接近于凯书的字符的成分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行草 下面我们就单个字符而言 所谓的行凯 所谓的行草 它应该有这样一些区别 下面我举一两个字做例子 大家看 先举一个水字 假设这个就是水的凯书 那么下边它就有一种 水字靠近凯书的写法 通常就是肩价结构大体上 还是凯书的样子 但是行笔比较简便了 结构还是和凯书一样 但是用笔要轻辩得多 书写的速度也明显的快了 那么下面还可以有更快捷的写法 即王熙之的字 那个深交序里头 这个水字就有一种 你看它是这样的写法 那么这个写法它还是有些接近于凯书 但是从这个用笔到结构 和凯书就相差得比较远了 那么这个水字的真正的草书 是怎么样的呢 真正的草书是这样的 那么这是草书 这边是凯书 那么在中间加在这两个字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 这个比较接近于凯书 我们把它叫做行凯 这个像这边比较靠近 我们把它叫做行草 下面大概我还可以找一些 古人写的字 你看这里头所选的这些字 那是很典型的行凯 那么这个行凯的特点呢 它就是最接近凯书的 那么这样一种行凯呢 它只是在用笔上笔凯书啊 更加简洁快速一些 就是在起笔 行笔收笔的时候啊 这个速度都比较快 比划的数量一个也没有减少 你像领字 是吧 像载字 像年字 像锡字 都是这样一种情况 那另一种呢 是略有变化 就是在一些很局部的 或者是在一个很小的部件 它有一些连笔 有一点点审辩 你看坐字 把上面的两个人字的两笔啊 连起来写了 那么这个在形态上呢 略有变化 这个远字 开始的部分 原本底下是个口字 现在呢 那个口字的书写有所审辩 而且呢 点画之间呢 还有少量的游诗的连缀 那么这样一种典型的形态 在识别上是非常容易的 你只要认识那个字的楷书 肯定就能认识这样的形述 第二个图 这里头的这些字 情况也有所不同了 它这一个字 绝大多数的部件 都有些省略和形态的变化 你像和字的和木旁 是吧 像中字的那个乱角丝旁 那么像底下的这个思想的响 大家仔细的观察 比较的话 就可以发现 那树木的木 这个部件 有审辩 这个眼木的木 它也有审辩 底下这个心字呢 也有审辩 最后在这个三个响字中间那个响 和右边那个响字 表现得最突出 是吧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强调 这个单个字符里头 这个分出来的形态和形草呢 这个对我们 因为把它分清楚了 对我们学习形书啊 特别是学习这个 形草书这一类的形书啊 那是很有好处的 因为我们知道 这些构建 就是部件的这个审辩 它是有一定的规律性的 它对审辩的过程 或者是审辩的程度 和草书 是紧密相关的 那么认识了 这个单个字符里的形态 和形草的特征 这对我们学习这个 形书的书法 有着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把它 这样来分辨 好 下面我们讲 第三个大问题 形书的使用价值 和艺术价值 先说使用价值 所谓使用价值 就是在日常生活 这个用字里头啊 它形书有什么好处 这个问题呢 是显而易见 不言而易的 虽然我们现在 用电脑打字很普遍了 作家写小说 这个理论家们写论文 是吧 都不用笔 多数人呢 已经不用钢笔去爬格子了 直接用电脑来处理了 但是拿笔写字 还是在生活中啊 还是不可避免 特别是对于一些 一些特殊的职业 比方说中小学的老师 是吧 他们在教孩子们写作文 改作文的时候 要给学生这个改编句 最后还要写评语 那么改编句写评语 就是改学生的作文啊 恐怕就不能用电脑 还是得直接拿钢笔 或者拿圆珠笔啊 这些或者是拿毛笔啊 来写字 那么如果你用楷书的话 那显然书写的速度很慢 你该本作业写一个200字的 300字的这个总的评语 那要花很多的时间 如果你用草书来写的话 那肯定学生不认识 再说我恐怕 我们一般的中小学老师啊 这个草书符号 恐怕也不一定都很熟悉 所以最实用的 既容易辨认又书写速度 又比较快的一种字体 那当然就是形述了 这是形述的 它的这个使用价值 我们这里要着重讲一下的 是形述的艺术价值 是吧 这个小传和小传以前的 一些古文字 我们通称为这个 在文字学上啊 我们把它通称为这个古文字 就是小传和小传以前的 甲骨文 经文 战国文字 喜音文字等等 都称为这个古文字 那么整个古文字书法 从审美的范畴来说 一个很笼统的来说呢 它主要是取静态美 这些字体啊 它主要是由不同形式的点画 就是接近于线条形状的一些点画 来构型的 那么历变和历变以后的经文字 它包括历变以后的历书 草书 行书 楷书 这一些经文字 如果用这些经文字 来进行书法创作的时候呢 从审美这个范畴来说 它主要是取其动态美 所以古人讲 把这个楷书 行书 草书这三种字体 它的动态的这个程度啊 是吧 书写快面的程度啊 做了这样的比较 真如历 这个真书就是楷书 它好像一个人站立在那似的 行如曲 这个行书呢 就好像一个人快步走一样 那么草书呢 草书走 就是现在我们走路的走 这个走路的走 在古汉语里头啊 是奔跑的意思 那么奔跑 速度是最快的 动感是最强的 由于这样一种 动态的程度不一样 那么就形成了 不同的审美范畴 所以 那么行书这种字体的出现呢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就是给中国的书法 艺术 是吧 就带来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是吧 书法不是以书写汉字的字符 作为表现形式的艺术吗 那出现了形书这样一种字符 那就给书法提供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而这种新的表现形式 是吧 他所表现出来的审美情趣 是其他的字体啊 所不能取代的 第二个方面 我们看在艺术家的时候哪来看呢 就是从他的 这个 行书的特点 来看 是吧 行书的特点 刚才我们讲了 它是一种跨度相当大 的一种字体 是吧 这边靠近楷书 是那一头 那边呢 靠近草书 在这个天地里头呢 这个 它可以有 是吧 又有不同的变化 是吧 你可以这样持生 它可以那样持生 是吧 你可以利用偏 参差比较多的草书 我可以偏 重于参差比较多的 这个 这个楷书 在这里头 这个取舍 变化 那是无穷尽的 行书的艺术价值 我们可以从第三个方面来看 是什么呢 那就是说 行书这样一种字体 可以给书家 更容易地来表现自己的艺术风格 所以 我们可以这样说 自从有了行书这种字体出现以后 是吧 那么自王熙之以下一次到近现代 那么行书书法 在我们中国传统书法 这个大的宝库里头 它是占了很大的比重 它是占了很大的比重